6月21号德云社的天价门票的事情有了后续 不仅没有网上炒的那么贵 而且竟然是免费送 可是郭德纲不仅一次说过 德云社门票就算卖不完也不会送人 郭德纲是要打破自己定的规矩吗 而身为主流的苗妇被传出不仅送门票还送鸡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带着以上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按照惯例 首先我们来看看外界对德云社门票的看法 宋祖德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说过 德云社的门票一票难求是故意炒作 白送都没人要 那宋祖德是谁呢 看他的履历会感觉这个人很厉害 但是娱乐圈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就会出来预言 最出名的可能就是预言德云社将在2024年倒闭 如果自己预言错了 他自己愿意从广州市爬到佛山市 他的微博里大多都是侮辱郭德纲的 大概意思就是郭德纲的相声自己从来没笑过 郭德纲讲的也都是俗段子 更是直言郭德纲长得丑学历低 甚至还牵扯到了郭麒麟 说郭麒麟打小就不上学 年纪轻轻就去娱乐圈急赚钱 要求郭麒麟退出娱乐圈 那这次门票风波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按道理来说 德云社所有成员的票价都不会超过班主郭德纲 岳云鹏最高的门票1200左右 郭德纲历史最高好像是1800 而此次张赫伦的门票卖到了2021 一时间网上全是这个消息 就连德哥都以为是真的 官方放出这个消息时 也没有想到德云社的招牌这么厉害 21日夜里紧急发文澄清 说此次主办方没有任何售票行为 任何出现卖票的都是炒作 下面评论都是受骗的人 不少人都交了定金 更过分的是主办方发了声明 还有人在倒卖 在此德哥也呼吁大家理性购买 那德云社真的开始送票了吗 德哥发现郭德纲很早就说过 那些相声团体为了让观众来看演出 为了让观众喜好看免费送的票 其实就是一种虚假繁荣 跟奶茶店雇人排队是一个套路 郭德纲是很不屑做这种事的 郭德纲之前在运营剧场时吃过亏 当初在天津的剧场就出现过这个问题 早年间郭德纲在天津也办过一个分社 当时他们出场地 德云社出人演出 结果服务员私自带观众进场 收取额外的价钱 后来郭德纲发现对不上仗 剧场也是入不敷出 一年时间不到就倒闭了 此后德云社关于门票问题就格外的严格 哪怕是于大爷想请朋友去小剧场看演出 都要自己掏钱买票 所以说郭德纲绝对不会允许 德云社的门票白送这种情况 那这次演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此次演出的性质 德云社里一般有小剧场演出商演和堂会 前两个大家应该都了解 那堂会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主办方花钱请相声演员 然后主办方想把票送给谁就送给谁 而这的演出是企业包场给员工看的 和堂会的性质差不多 不过此事也算是证明了德云社的名气太大了 惹出了不少讽波 虽然说不是商演不卖票 但是赚的只会多不会少 而相声界却有一个听相声送鸡蛋的梗 德云社的商演满坑满谷 越办越红火 其他的相声团体自然也是分外演哄 纷纷效仿 但是场地演员是有了 就是没观众 自称闪派相声扛把子的苗傅 也在全国演出 但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却是晒的后台照片 网友们更是爆料 他们的门票常常剩很多 还会搞很多活动 比如第二张一元购 同行第二人免门票 甚至还有送门票领鸡蛋的传言 当然还有近几年将目光投向商演的 主流相声团体江坤等人 商演也是门可罗雀 大多数观众都是中老年人 外界关于苗傅的风评也是不怎么样 他被同行揭露套取国家资金 更有网友爆料 苗傅参加比赛为了争夺第一 比赛规定必须是原创 而且不能是其他地方演出过的 苗傅当时不仅不是原创的相声作品 更过分的是直接盗用别人的 更是和相声新势力的班主任张玉浩大打出手 自己发微博配图 右半边脸全是抓痕 后来又迅速删文 打人的张玉浩也发文 因果有循环 阴阳直流转 也算是含蓄的回应了此事 而后苗傅和江坤在西安举办的西安相声节 相声界内又名相声社团都去 偏偏少了德云社 这就是明晃晃的排挤德云社 这说起来也算是郭德纲和江坤之前的恩怨了 十几年前郭德纲三进北京 为了就是加入主流 加入体制内 但是当时的郭德纲没有师成 不是正经的科班出身 后来在北京为了有口饭吃 迎合当时的观众 说一些所谓的理论梗 当时郭德纲认为 大俗及大雅 我们反观江坤 他的师父是相声大师马继老先生 他也一直走着高雅路线 上春晚去晚会 有过不少好的作品 1987年时 凭借这虎口遐想一夜成名 他一直都是在大舞台上表演 当然都是歌颂传播正能量 后来他成为曲鞋主席后 就开始推动反三俗 当时的郭德纲 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认了侯耀文为师 当时也获得了不少群众的认可 可是好景不长 侯耀文去世后 郭德纲的处境越来越难了 江坤提倡反三俗 郭德纲认为大俗就是大雅 主流和非主流的较量 从此就开始了 时至今日 双方虽然有想和解的迹象 但是离向世界真正的大和解 还远得很 虽然这次不是商业 但是德云社一直以来的票价都很亲民 郭德纲也知道门票炒作这件事 在五月初天津民主剧场的演出时 就推行了一个政策 电子版门票 所有人网上购票 然后人脸识别进场 这也算是很大程度上 杜绝了门票炒出天价的情况 郭德纲不仅考虑自己的盈利 更是考虑到大家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期待下次相见 听德哥聊不一样的德云八卦